大家好,我是AKB48 TMTV的李彩姐 我今天要來一點不一樣的主題 我要來控訴我的姊姊李佳麗 說哈囉 事情發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姊姊呢,她想去洗澡 可是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去洗澡 於是她拖著在跟手機抬起不愛的妹妹 拖著她的右床 她的妹妹在經過一場激烈的反抗之後 她的妹妹在地上偷懸告了失敗 我們請受害者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形 我...我...我當時害怕幾了 一路...脫下的客戶 但是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去洗澡 就等了 我!.. 我..她沒有很多椅子 我欸...我...我 oggi全都沒什麼 我要…我這個都不敢 我…自己兩個…我怎麼把一場